比賽就會正式開始 現在會先請隔方的主辯發言 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 試咪試咪想不聽不聽 清楚的 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 可以 頂 主席評伴在座 各位大家好 最近J1發格提出元宇宙這個詞語成為熱話 但其實這個概念在於1979年的科幻小說 《雲露系曼》由指南緣出現 之後個人電腦的補給 令不少科技公司開始研究相關的技術和文化 2007年 加速研究基金會發表元宇宙藍號 將元宇宙的技術分為4種 其中生活紀錄的技術已經從社交網站達成 另外就是抗爭實境技術 就是將虛擬世界的景象和資料圖寫現實世界 此外就是鏡像世界技術 就是將現實世界以數位形式覆製 並以虛擬世界重現 最後就是虛擬實境 即是人可以運用設備 而還有一個非真實存在的世界 使用者可以入面化身為虛擬 提升與太陽活動和體驗等等 都是元宇宙的技術 任何新的科技出流都會帶來質疑的聲音 但我方認為元宇宙發展為人類帶來的 會是生活質素提升和更大的福祉 因此我方認為發展元宇宙是人類之科 我方支持面提原因有二 第一,發展元宇宙得出來的技術 將會為生活質素帶來提升 要發展元宇宙需要帶來的技術革新 例如更快更穩定的資料傳輸 更高級的人工智能 更強大電路運算能力 過程當中會顯身大量祝福人類的科技 例如更好的網絡令人類通順更方便 更鮮重的人工智能帶給人類便利等等 但更重要的是 每一樣的生活質素都可以跟此而提升 例如教育方面 透過元宇宙技術 教育變得更多元化、生活化 例如教育從前歷史的時候 我們不需要只要看照片 亦不需要親自去西安 就可以在虛擬實境的西安發佈兵馬俑 甚至一些危險而學生一般機會 沒有機會做的考察 例如地理科要考察 火山爆發或者海人生物 都可以透過元宇宙技術令我們親歷其境 更深刻的體現將會帶來更好的學習質素 除了教育方面 元宇宙在其他方面的應用 都可以帶給我們生物質素的改種 我方認為發展元宇宙是人類之福的原因 第二個原因是 元宇宙可以打過時空地域等對人類的限制 對人類大福祉 例如全球人口老化 未來老年人口越來越多 他們也因為真的機能衰退 而越來越南周圍去建立家親友 正如華碩公司雲端總經理文章所言 老年人的陪伴已經是社會問題 但使用元宇宙 他們可以在一個虛擬空間 和其他相隔兩地的朋友打牌 可以在元宇宙近距離相聚 那會不會令他們缺乏運動呢? 這個時候就到元宇宙技術裡面 另一個重要元素 由元宇宙出場了 百刀倉班人李雲言所指 元宇宙智能是驅動元宇宙發展的重要技術 向現世界而生需要龐大的運算能力 及演講法之差運作 而元宇宙裡面 元宇宙人工智能可以擔任助手的角色 例如老年人在元宇宙裡面 可以跟隨元宇宙創造出來的 推移助理族運動 以及要減為失智的訓練 如何在人口老化的環境下 照顧銀法族 絕對是人類正在面對的一大難題 但元宇宙正正成為了解決問題 並代表長者福祉的關鍵 但現在福祉是人類都能夠享受到 因此總括來說 發展元宇宙是人類之科 多謝 隔方的主辯發言時間為3分16秒 無過時無需扣分 接著會是月方的主辯 你有4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 你也是人類的 是人類的 請問聽不聽到 是 清楚的 那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 會知中學的後鏡好像開了一聲 會知中學的後鏡好像開了一聲 再說一次 會知中學的後鏡好像開了一聲 會知中學同學的後鏡是否開了麥克風? 主席,我們後鏡沒有開麥克風,不過我們沒有連接音頻 因為如果我們後鏡連接了音頻的話,我們前鏡就會收到聲音,就會有回音 明白,好的,沒問題 好,那蔡教育的同學可不可以? 可以 那你待一會我準備計算先 好,那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 可以 大家早晨,元宇宙聽來很科幻,但其實一早已經是現實中萌芽,還帶來很多爭議 例如,微軟執行長納德拉就明確指出 電玩是建構元宇宙世界的重要基石 是未來元宇宙最重要的媒介 打機有什麼禍害?恐怕不用我多說了 起碼,打機成人已經被公認為世界的問題 既然是這樣,建基於打機的元宇宙 在為人類提供沉浸式的體驗的同時 是不是同時帶來沉浸式成人呢? 有方忽略的何指這點? 今年5月,兼俏大學和微軟研究院進行了一項實驗 找了18個職員入了元宇宙工作一個星期 結果兩個人因為頭暈中途退出 其餘16個人都有身體不適 更糟的是,生產力下降了一乘六 工作錯誤感升了四乘二 這些這樣的實驗結果 唱好元宇宙的有方有沒有告訴大家 是沒有的 事實上,聽完有方主辯的4分鐘發言 有方只論及元宇宙概念的皮膜 他們沒有提 第一,他是提供了沉浸式的體驗 其實有方圖已經承認了這個點 因為有方圖提出的可以令學生生歷奇境 就是因為這個沉浸式體驗而提供到的 第二,使用者可以數位分身具有一副意志的同事 可以有兩個或者以上的身份 第三,元宇宙並非去中心化 即公司仍然是他建立這個元宇宙的創辦者 第四,在這個情況下 公司的角色是立規矩的人 他是元宇宙的管理人、觀察者和紀錄者 第五,元宇宙是可以提供到感官刺激的 所以有方圖的分析根本就是沒有提供全貌 今天變態的主角是人類 而縱觀歷史、人類文明的發展趨勢 都是潮著解放人民 令眾生變得自由自主的方向 因此,要衡量發展宇宙是禍是福 就視乎發展宇宙究竟是提升了人類自由自主 還是令人類更受束縛和沉淪呢? 但有方圖是完全沒有提出 今天變態中的福同禍的定義 而我們看到今天的答案是後者的 首當其中的危機 必然是進一步擴大科技巨頭的權力 對人類的禍玩 前年四月,局各眷入了不當追蹤用戶的官司 上年四月,面書被揭發將這個5億的用戶個人資料外洩 眾多爭議燃油在意 同一班科技巨頭竟然要去發展元宇宙 而今次不僅是看你的瀏覽紀錄 還採集你的生物特徵 史丹福大學的研究者能發現 用戶只要進入了元宇宙五分鐘 被人工智能識別的機率高達九成五 有方以為元宇宙很自由 實際上是由於進入一個無死角 裝設監視器的地方 所有行動都會被監視被紀錄 如果我,我就不是危言聳聽的 連開發元宇宙概念的遊戲Epic Games都指出 如果一個企業獲得元宇宙的控制權 它們將會變成比任何政府都更強大 成為地球的神 由主要百格做神 有方陀真的覺得是人類之福嗎? 就算有方陀不介意元宇宙變成1984的世界 有沒有想過發展元宇宙對人類的身心 都可能帶來災難性的侵害呢? 大家有沒有記得幾年前 一個城中葉說明明是一條裙子 但有些人看到藍黑色 有些人看到白金色 為什麼呢? 因為所謂的真實 其實都是大腦依靠感官的判斷 元宇宙提供所謂的沉浸體驗 拆穿了就是透過各種虛擬實境的裝置 去欺騙我們的大腦 當發展宇宙以假戀真為目標 必定衝擊我們認知現實 經由我方解釋 最後從哲學的層面 宇宙將加速娛樂至死的危機 扭曲了人的生存本質和意義 由義父再作補充 想問一下我方提出的危機 足以構成人類之禍 你們將會如何解決呢? 當科技發展的代價 在失去個人精神 失去知人 在天年所見的文明基石的時候 所謂人類之福從何談起?多謝 月方的主辯發言時間為4分07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接著是台上發問的環節 會先由隔方派出一位台上邊緣 向月方的主辯提問 發問的時間為1分鐘 之後月方的主辯會有1分鐘的準備時間 然後會有1分鐘的時間回答 提問和準備的15秒之前 將會有一丁的提示 時間夠會有兩丁的提示 也請評判可以留意 因為分子上面 月方分子第一格 依照發言的次序 會是回答的分數 第二格才是發問的分數 謝謝評判 現在會先請隔方派出一位台上邊緣 再出發問 你會有1分鐘的發問時間 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 請問是否聽到 清楚的 好 叮 主席評伴在在 各位大家好 有方同學同事我們提出 發展宇宙帶來的技術 將會為人類在教育、醫療、 勁對人類社會問題迫持問題 但是不可或缺的作用 請問有方同學 一定是否不承認宇宙技術 或認為上述的貢獻完全不重要 並沒有為人類大福祉 請有方正面回答 多謝 好 現在會進入預備的時間 會有一分鐘的 accept had 即可 planet 即可 BING 叮叮,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有请粤方的主辩同行再出回应 准备好去向我示意 是咪,是咪,请问听不听到 是,清楚的 可以 叮 首先回应有方堂的质疑 有方堂就提出了教育和医疗的好处 但是首先,我们看看医疗究竟原语究竟可以发展到什么程度 才可以带来医疗的好处 我方看到,就算医疗发展到多进步也好 就算你的人不是在那里 你的医疗发展也是无法即时解决人类生理所需 例如有些人在交通发生意外 原语就能否解决这些问题是不行的 其次,我方就已经提出了原语就所涉及的私隐问题 它可以很轻松地获取医疗病人的资料 我想问一下有方堂 这个原语就有这么大的坏处 是否导致医疗在这方面还会使用原语就 以及就算在这个情况 教育,就算教育的科技一直都在进步 好像现在有互动式的白板 但是有方堂会不会认为这个是全人类的一个福 多谢各位 接着下来,会去到粤方的提问时间 那请粤方派出一位台上的辩元作出提问 是否听到 是否听到 清理的 准备开向我示意 可以 叮 我方刚刚提到 在原语就里面 科技巨头去监控用家的一举一动 但不僅如此 因為元宇宙的裝置可以獲得用家的所有動作 手勢、眼神、說話、語氣、心跳、連體溫都可以 從而可以有效地懂識用家的內心所想、動機、思維模式、行為選擇等等 這句話不是我說 而是科大商學院會計學系副教授王浩說的 想問一下友方 你是覺得這個詩的問題是完全不會發生的 還是這樣也不算是人類之禍呢? 多謝各位 好,現在甲方有1分鐘的時間再預備 請 甲方的準備時間結束了 現在有請甲方的主編同學作出回應 清楚 可以 有方同學的提問 剛剛有方同學所說的監視 但其實每個人的思想 就算被電腦監視都未必可以 可能真的知道你在想什麼 當你退出了遊戲之後 電腦仍然都不知道你在想什麼 所以這個監視問題不算太嚴重 還有剛剛提到看醫生方面 你現在都有線上在看醫生 難道你認為看醫生也是人類禍處嗎 難道在宇宙看醫生不是這麼方便嗎 你可以更加貼切人類 你的病人需要什麼 難道宇宙看醫生不是更好嗎 比較 多謝 好 現在台上發問的環節就結束了 現在會有請甲方的第一副片發言 你有三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 小米小米小米請問聽到嗎 是 清楚的 好 叮 各位大家好 有方說宇宙是不會完全照顧 並不會完全照顧的 照顧身體 只可以再一個提示 例如它就可以在十分鐘就一個提示 但它不會幫你終結遊戲 是只有玩家才可以終結這個遊戲 那會不會一切都是玩家的責任呢 今天面題討論的是發展元宇宙對人類伏伏 過去如果要提一件事的禍患 甚至是人類之禍 都是因為它的影響嚴重 危急和心軟 天災方面 我們會懷疑2001年太平洋的九級地震是人類之禍 因為它造成大量的死傷 以及封倒核電廠的事故 由我方面 我們會說希特拉是人類之禍 因為因它而死的數千萬計 世界一到備極權主義龍爪 有方的國 你提出來的禍 和我們一般人理解的人類之禍相差多遠 相反 如宇宙帶給人類的福祉 我方已經提及了教育質素的提升 正在對著人口老闆導致的長者 生活照顧問題 這個全球人類面對著的問題 而在其他方面 元宇宙技術一样在提升身份素质和服务指 好像医疗方面 随着元宇宙技術的发展 收集身体状况的感测器会越来越精准 未来就可以令医生和病人 可以在元宇宙进行闻诊和检查 在香港可能大家感受不到重要性 但是世界大部分都不是像香港那样 落家就医生看的 元宇宙可以令医疗服务更加容易使用 会感受很多疾病 它有很严重才求医的个案 而且未来元宇宙技術 再加上今天已经发展着元科技 可以帮助到很多病患改善生活 好像伽动人籍的患者 到了中后期他们根本算是无难的 他们的灵魂就开始禁锢了 在身体里面无法挖得自由 但美国医疗科技公司Syncren 现在就已经发明了 名創手术策略数字线路 令他们可以用纪念打出文字 而未来元宇宙的镜像世界技術 更加成熟之后 他们更加可以利用这些路线 给出指令 在元宇宙去大英参观博物馆 去大客服体风景 在元宇宙的虚拟实际里面 就像正常人般工作 以及跟其他人交流 人类或虚拟家 还有很多不治之症 令身体衰退 令病患失去自由 但发展元宇宙的技术 可以令他们可以获得正常人 接病的生患 请问这样是人类的灵魂 如果你们就是这些病患 你们会不会觉得元宇宙不应该出现 多谢 甲方的第一副片发言时间为2分39秒 无过时无需扣分 现在有请月方的第一副片发言 你有3分钟的时间 词咪 词咪 不好意思 词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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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清楚的 词咪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会知学校会不会介意悉悉后镜?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可不可以说一次? 会知同学会不会介意悉悉后镜? 他们刚才好像说后镜是没有收音 我们后镜的麦克风好像一直没有连接到 主席 我们后镜其实只是没有连接到音频 所以其实它没有显示到我们有没有开麦和开镜 其实我们一直都没有开 其实我们后镜是没有声音的 不好意思 因为刚才听到我好像在这里传出来的声音 可能是回音问题 或者你们后镜有没有开音 还是没有开音 因为我们在这里听到的是你第二场比赛 会不会是主席这边的音频 哦! 哦! 没关系 可以的 应该刚才后镜也会更好 可以的 可以吗? 好! 那准备可以向我示意 可以 主席评伴在座各位大家好 今天其实有方已经承认了我们私隐的论点 我们首先要多谢有方 因为其实有方今天是觉得私隐自留不重要 被人知道你的思想也不重要 被人知道你的思想之后 可以支配你的思想 而分析你的思想也不重要 他们要你每一刻才是人类之和 但是我问大家一句 你们觉得被人偷看一半 是不是已经够恐怖呢? 更何况是思想这些东西 不是可以分一半还是四分之三的 因为我们看到的就是 例如你的证件被人发现了 这件事是不是已经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祸呢? 或者说某些思想某些价值观 是被人预测到的 这件事是不是已经是人类之和呢? 人类这个思想的自由到底还剩下多少呢? 有方同学请你一会儿回应 其实已经过了半场了 但有方仍然犯了几个错误 他们犯了几个不的错误 首先是不认识元宇宙 他们开篇出来就跟我们说 元宇宙的生活部分 社交网络已经已达成 但我就想问 社交网络根本上没有沉浸式体验 这件事是不是已经违反了元宇宙最基本的本质呢? 如果是这样 有方是失律了元宇宙最简单的这个特质 你如果连定义都出错的话 你的立案又怎会是对的呢? 好,我们再看 有方同学根本上今天就没有进过这个论证责任 他们就在抛医疗抛教育 但问题到底是怎么帮和帮到多少呢? 首先医疗 刚才私人问题已经说了 当原来我们在元宇宙的时候 这些资料交给私人公司的话 到底有多少医疗机构是会愿意使用的呢? 小事就算给他过到私人问题 他可能医疗小事也是可以的 例如几张咳咳的东西都可以用元宇宙 但其实现在已经有应用程式可以做到这件事 但大事例如我做手术来我急救过 也是做不到的 因此医疗到底这个幅有多大呢? 而有方所提到的二次人争 其实在霍金的时候已经做到 难道霍金他今天弄了元宇宙出来吗? 所以其实我们看不到 到底现在为什么要有元宇宙的必要性 再看教育 其实有方同学今天从来没有说过 对小朋友有多大的帮助 到底他们这样去到西安 到底他的力度有多大 有方同学是没有论证过 又何来是人类之福呢? 其实刚才开篇已经质疑过 人类精神是会出现问题 但有方说不会 他们就错了 当人进入元宇宙的时候 他们是开始招待另一个人生的 例如一边我开发是白 另一边是美少女 一边是仓房屋 另一边是高负随 那会怎样呢? 就像人格分裂那样 不断游走于不同人格和人生之中 或者像演员那样 要识典另一个角色 切换身份 但他难以抽离的时候 就会迷惘、旁徨、质疑自己身份 如果有方不同 那为什么这么多演员 包括郑秀宏都会抽离不到 变得诱惑呢? 因为元宇宙最大的问题就是半真半假 明明那个人在我面前 我听到、看到、碰到 但当我回归演员就会质疑 那个人真身又是否这样 我到时进去又再相信 出回来又质疑 人怎么会不乱呢? 人制关系里面 和他拥抱亲民的感受是真的 但一旦除了VR眼睛 我只会对着四面场 那到底是否真的拥有这段关系 所以最后想问有方同学 因为郑秀宏都说 他是直屋公司创办人 都说他会导致用家认知混淆 有方同学凭什么否定呢? 多谢各位 月方的第一负面发言时间为3分12秒 没有过时无需扣分 那现在有请甲方的第二负面发言 主席我试一试麦 试麦试麦 试麦试麦 请问有方同学和主席听不听得清楚? 是 清楚的 麻烦 我也可以了 好 试麦 大家好 有方同学说 他会被人监视了他的思想 那我想和有方同学说 他不会监视到你的思想 他不会由你的脑子直够了些什么 而直接知道你的脑子在想什么 他只会从你形容中的一对一对 推出你的兴趣和喜好 难道你现在去金字塔 偷了佛老王的脑子就可以做王 你去偷了贝多芬的脑子做音乐才子吗? 我现在和有方同学说 其实私隐这个问题 每一个游戏外面都有个规定 是要写条约 和玩家说清楚 那其实会不会是人的问题呢? 人们会不会没有看到那些条约 而就这样剔掉 然后进入游戏去玩温宇宙呢? 那其实就算公司没有写过条例 那是公司的问题都不关于温宇宙的事 有方没有将所有的东西纳到温宇宙 因此有方提出的究竟是不是足以证明 温宇宙是人类之祸 我方不敢狗痛 参考我方可以看得出 今天有很多关于全影女福 D&D 发展元宇宙其实都可以有这些事情的原先 例如在保育文物方面 由于种种天灾 游和 以及文物本身的物料 始终会受阳化风化等问题 是没有问题永恒地保存 但只要我们利用元宇宙的景象世界技术 将文物保存在数位世界 万有什么的意外 都不止于令我们日后只能够怀灭 就好像有五百多年历史的世界文化维他手里成 他已经做了防火措施 但仍然在2019年因为火灾而毁灭 拥有过千年历史的班牌杨带 亦都因为塔利班将他诈毁而撕失 极为可惜 但只要元宇宙技术再进一步 我们就可以将现在的文化遗产变成数位保存 就算有一天他们真的消失了 我们也可以在元宇宙世界见回他们和进行研究 保存文化遗产 为什么不是人类的一幅呢 此外我们也可以将元宇宙的虚拟实景 及抗争实景技术有助推动社会价值和传播 例如时代杂志 其实早前已经在2019年使用了元宇宙的抗争实景技术 令独者更加可以象征地感受到 亚马逊森林被破坏的实况 很多时候由于不能够亲临其境 当中的距离究竟的环保等社会界力传播 是有很困难的 但当元宇宙技术越来越进步 受众生同感情况下 环保界力的传播就会更加有效 这些东西最终会受惠给全人类的福祉 另一方面 即是在一般人而言 元宇宙也可以令他们有机发挥所掌 对于艺术家而言 利用元宇宙他们的画像不需要被其他人见到 不再需要透过实体的展览 不需要大笔成本地租画室 在元宇宙世界已经可以做到极低成本 真正的歌手 劇园都不需要日夜为自己的表演 能否收回成本而担惊受罢 因为他们可以将表演观赏区如实景 更加可以给世界各地的人 有临场观看的机会 这一切都有在于世界各地人类的文化活动 因此发展元宇就是可以带来福祉 而且是全人类的福祉 多谢 好 甲方的第二负面发言时间是2分50秒 没有过时 无需扣分 现在会请粤方的第二负面发言 好 准备好的话可以向我示意 试咪试咪试不听到 是清楚的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不是我 因为我的房间附近有其他的主席 所以可能有时你会很微弱 听到这些声音都不听 你准备可以向我示意 可以开始了 谢谢 大家好 心事变题前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什么是福和和 但有方同学似乎单纯将利品于福 无视可能的弊处 我才要提醒评判 今天的辩题是福和不是利弊 既然有方不打算提供福和的标准 请有方接受我方定义 福是提升人的自由自主 而和制令人更加受束缚和沉沦 其实除了福和 元宇宙 我们也需要考虑元宇宙和人类的一些情况 首先有方同学提出在元宇宙可以恢复历史文物 其实历史文物的意义在哪里 历史文物的意义在于它是在那时候起的 你再做一个新的历史文物出来 究竟还有没有历史文物的意义呢 有方同学请你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另外有方同学又跟我们说 元宇宙里面你的思想 你的想法不会被侵犯 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元宇宙里面有大量不同的装置 需要装置在你的机里面 你才可以做到沉沉式的体验 这些装置就是读取你的数据 请问读取你的数据 令到它可以知道你想什么 何尝不是侵犯你的私人 另外有方同学也提到 这个物理限制的概念 但其实元宇宙真的有打破了 现实世界的物理限制吗 哲学家实在幽默讲过 自由意志是建基于不同的经验 这种经验来源于物理世界的不确定性 科学发言都元于未知 大约元宇宙是基于已知的现实世界建立的 里面的规律必然是根据已知的规律 失去了自然的随机性 因此元宇宙打破的只有现实中已知的物理界限 但是为发现未知辞下了限制 因此元宇宙不止限制了可能的科学发现 还会令人失去独立性 失去自由意志 对人类必然是和 说完尋求真理 其实什么是哲学层面上的人呢 根据哲学家康德 人是自由和理性的 自由就是运用理性的能力 康德认为人是自由 受理性控制自主的 和动物的不自由被动自然不同 元宇宙里面人会怎样呢 其实元宇宙的重要特征 我方说了很多次 就是沉浸式的体验 用会提供感官刺激 这种刺激就像打机 会令人沉迷 甚至因为人的多性令人沉沦 根据2016年 由华盛顿大学神经科学专家发表的论文 对老鼠进行感官刺激 令他们的脑部神经连接改变 对感官刺激变得麻木 令他们更容易对毒品尝印 所以可以想象到 人受元宇宙的感官刺激 其实都会出现相同的问题 当人被这种精神鸦片支配的时候 做会决定就不再是主动离性 而是被追求享乐的欲望控制 沉迷不自主的动物 想像一个躺平的人 放弃人生的追求 沉溺于娱乐 当中终人无所事事 睡觉睡打机煲剧 肚饿就吃饭 继续玩联合睡觉 寄生在家人做狠牢族 不上班 蚕食社会资源 有手有脚大 分走针对 有需要人士的援助 这种被支配的人 已经弥烂到对社会毫无贡献 甚至有负面影响的地步 这个人有知的说自己是人吗? 事问当人不再有私毫的理性 损失哲学上的自杀 最后想问有方同学 当大部分人已经只是正在欲望 人类还有希望吗? 没有希望还是要回复吗? 多谢各位 粤方的第二负面发言时间 为2分59秒 没有过时无需扣分 现在会进入台下发问环节 双方都有两轮的发问 现在会先请隔方 派出一位台下辩元发问 准备好的话 可以打开镜头并且试咪 试咪试咪试咪 听不清楚? 是 清楚的 准备好可以去我时宜 可以 叮 大家好 首先我方主编已经讲了 福的定义是提升生活质素 有方不要一直再欲望我方 其实大家都应该明白 新的科技是会带来新的福祉 同时也会带来新的问题 我们不可以要新的福祉 而不要新的问题 但是我们就可以透过法规 守得和教育 将问题减少 第一次我方就想问问有方 而有方这种凡是遇到问题的弊处 就会把它视为装和的态度 原宇宙的相关技术 又是否应该被消灭呢 有方所提到的弊处 很多时候互联网都有相近的问题 有方是否连互联网都要视为人类的装和呢 所以有方和正面回答 谢谢 好 现在有一分钟的时间 给月方同学预备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到底这个对于整个人类来说 是不是真的一个福是一个祸呢? 当人类会娱乐至死人类的私隐被受威胁的时候 到底这个为什么不是人类的灾祸呢? 所以有分同学今天我们不只是看问题 而我们衡量了觉得这些对人类整个自主权 他到底可不可以自己思考 到底他可不可以做一个哲学上的人 是有关系的 谢谢各位 现在有请月方派出一位台下辩元发问 准备好可以打开镜头并且试咪的 试咪试咪听不听到? 是清楚的 可以 再继续各位大家好 美国第一位功能性AR系统的开发者 罗森伯格曾提出过元宇宙 这个虚拟和现实相容的系统 是会导致现实的消失 三体宇宙的创造者作家刘慈欣 也认为元宇宙是一样极具幼滑 高度自幻的精神鸦片 有方今天已经承认了元宇宙是一场游戏 看回现今社会 电话成人已经被世卫列为精神疾病 大家已经很难摆下手中的电话和电子设备 当元宇宙盛行的时候 为什么有方又觉得大家可以轻易摆下手中的AR设备 而不是沉迷其中不能自不呢? 谢谢各位 我现在有一分钟时间给甲方同学预备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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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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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maturity 的电话 HasNeil 现在有请甲方开出箱谊让再答 大家聽清楚嗎? 是 清楚的 好 丁 各位 多謝友方的問題 友方擔憂一些人會過度尋聚於元宇宙 但無論如何發展於元宇宙 始終它和現實世界都是有分別的 無道理不將兩者分開 我想問友方同學 你是否在元宇宙去廁所和吃飯呢? 始終現實世界都要去廁所和吃飯 這些基本的生理需求 元宇宙本身的能源經濟 就要靠現實社會維持 即如港台青年創意聯會副主席 鍾婷指出 儘管元宇宙很尋進 但其具有價值 仍然是來自於實體世界的支持 因此人是始終脫離不到現實世界的 其實友方提出的問題 寶元宇宙在互聯網都會出現的 我們不應該為了避免問題 就將所有科技發展都視為人類之禍 多謝 好 現在有請甲方派出第二位同學 再出台下發問 閃閃閃 請問聽不清楚 是 清楚的 可以 叮 大家好 剛才我方問友方 當你試圓語就說人類之禍 你又是否認為他應該消失 結果友方便秘而不答 不過其實也算了 但希望友方肯答一下這條問題 其實我方也有詳問過友方一個問題 但我方並未回答 剛才唯有再請友方回答多一次 但我方提出元宇宙技術 可以令很多不良癒痕甚至貪戀的病患 透過元宇宙技術 令他們可以過很多他們想過的生活 而且相關的技術已經開始研發到出來 那友方你還是不是堅持 這樣發生元宇宙都是人類之禍 所以就要跟那些病患說 因為元宇宙是人類之禍 所以它不應該出現 你又不應該使用這些科技呢 其實友方今天自相謾討 他認為他是人類之禍 但有很樂意這個科技的應用和存在 車方同學並不願意回答 多謝 現在會有一分鐘的預備時間 給月方準備的 謝謝 謝謝 準備時間結束 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請月方派出一位便員作答 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請月方派出一位便員作答 希望這個癱瘓的人可以讀取他的腦 令他第二個人生聽起來很美好 其實我方一虎已經講過了 這個科技霍金已經有了 所以其實還需要發展元宇宙來做這件事 是值得懷疑的 另外其實友方和我今天是不是自相矛盾 一時又跟我們說 元宇宙他不會讀取你的大腦 他不會侵犯你的私隱 他不會知道你想什麼 但又跟我們說 其實可以幫一些癱瘓的人 把他的腦可以放進元宇宙裡 令他過第二個人生 那就是他可以讀你的腦 還是他讀不到你的腦 如果讀不到你的腦 你的理處就不會成立 如果他讀到你的腦 那我方提出的這個私隱問題就會成立 其實針對醫療的問題 首先現在做手術 很多都是用虛擬實境 其實是否需要元宇宙是一個問題 二 如果那個人躺在手術床上 其實他是在元宇宙面 他不在元宇宙面 那其實這個手術還需要在元宇宙面做 第三 其實針對這個元宇宙醫療 有沒有想過其實醫療的一些資訊 是一個非常秘密非常之私隱的一個問題 為什麼我們要設立這麼多的手術 好 那回答時間已經完結了 好 現在會請粵方的同學 作出第二次的台下發文 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 是 是 是 請問清楚 是 清楚的 是 可以 定 好 各位大家好 在2018年 Cambridge Analytica被揭發 收集高達8700萬名 Facebook用戶的資料 製造一些個人化競選廣告 鼓勵美國公務 投票給特朗普 有方同學可能會覺得 公司是不可能侵犯我們的私隱 但其實透過戴上VR眼鏡 元宇宙的公司是可以獲取我們心跳 瞳孔放大的情況 身體的微表情 去斷定我們是不是在說謊 判在我們心中所想 甚至可能會有有方所說 他直接是用一個腦部 去控制一些元宇宙裡面的東西 很明顯他是看到你想什麼 甚至是可以控制你的思想 有方同學 難道我們喪失思想自由 玩家任人如肉 都不算是人類之禍嗎 多謝大家 好 現在會有一分鐘的預備時間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丁丁 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有請甲方派出一位邊緣作出回應 什麽 是,請錯 有方跟學,麻煩您拴問 剛剛有方一直在提起你的就提要因此問題 其實我方也一直重申了很多私隱的問題 也有很多解決方法 我現在再說一次 根據國際人權法可以保養到人生之後 言語自由和私隱自由 有份同學不通天真到覺得公司會公然違法 有份同學剛才也有說我們將福和禍等同於利和弊 我和有份同學說 福是對於人類好的東西 而弊其實我方也有說到 有份天章和人禍 人禍分辨我們舉個例子是希特勒是人類之禍 他們令到一千三萬人死 巴士成為大眾的交通工具 車資比較便宜 車速比較慢 有些人用雲車輪 難道巴士是人類之禍 還有其實有份同學聽過一句很古老的說話 人是失去了才學識得真色 我們失去了文化維吞 他失去了被火燒了 我們才是去保存 而他拿去珍惜在元月之禍 我們之後可以再叫他保存文化維吞 難道真的不是人類之禍 其實有很多時候我們失去了 靜靜 作答時間已經結束了 謝謝 好 台下發問的環節已經完結了 現在會有一分鐘的時間 給雙方的結辯作出預備 計時開始 我們祈求助得最好 255分鐘要求 我們也許會 希望可以被誇例 我們成功 才對 所以現在是 怎麼這麼多 預備 我們就要這樣 請你們 新采 我們 好,準備時間已經結束了 現在會先請粵方結辯的同學作結 有四分鐘時間,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 師妹、師妹,聽不聽得清楚? 是,清楚的 叮! 最完美的奴隸制,就是奴隸們以為自己是主人 最完美的監獄,就是令囚犯們不知道自己身在監獄 要令他們熱愛自己的鎖鏈 令自己認為,如果失去了鎖鏈,他們將一無所有 主席、評判、作座各位,大家好 這句話是美麗生世界作者黑衰來說的 完美地喜歡了元宇宙的可怕之處 就像有方同學,以為在元宇宙人類醫療好少少 教育好少少,很多便利 到最後,人類就心甘情願地吐上鎖鏈 成為元宇宙的奴隸 為何有方會看不清元宇宙的真實面貌呢? 就是源於以下幾大分歧 第一,雙方對元宇宙的理解有意 而我方比有方更全面、看得更長遠 有方同學就很天真 就以為元宇宙 其實元宇宙就是需要高科技、高資金投入才能做到 所以他只會有科技巨頭掌控 因此公司就可以讀懂你的心 一方就說不是的,因為有條款有人權法 有方如果有人權法就是大小 現在烏克蘭的眼障 而元宇宙恐怖的地方就是在於 其實你是不知道公司在做了什麼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偷你的東西 無論你做什麼都是由監控控控制 我方同學根本就不明白這一點 第二,我們雙方對什麼事情輕、什麼事情重的看法不重 而我方比人方更加準確 有方認為是不需要發展元宇宙做到的好處 譬如說醫療教育 都是比思想不比偷窺 精神會崩潰 人心做意而是更加重要 這些利處有多大? 其實是不是現在已經做到? 我方已經反覆質疑了 譬如說你的歷史文律為例 其實就是忽略的歷史文律 他本身有意義 譬如說我們建了金字塔 我是想帶古人建的金字塔出來 但有方就說虛擬世界裡面再做就可以了 那為什麼它是一個文物 現在不再是一個古人建的東西 它還有什麼意義呢? 好了 其實 比我由我方三個兩點出發 如果發展元宇宙人類會承受怎樣的人生? 第一,承受任人操控的人生 元宇宙由科技巨頭決定一切規則 他比一個白色的老大高更加強大 不止盯著你一舉一動 還要看穿你所思所想 其他有方一早在台上已經承認了 那時候的答法是什麼? 他說不要緊 你脫下眼罩回到現實世界 那天不會被監控 換言之你已經承認了 你只要進入了元宇宙就會被監控 第二 還有我們剛才台客都質問了你 其實你這個答法和你的醫療論點是雙中 是不自相貓台的 第二,承受增加難免的人生 元宇宙被用家創建不同分身 再加上目的是要疑假亂真 而手段就靠各種感官刺激 矇騙用家的大腦 當我們的感官都不可順賴 還可以怎樣分真假呢? 第三,承受不再是人的人生 元宇宙帶來感官刺激 又做什麼都可以 令人類不再需要努力 思考進步 人生就會失去意義 我在開始提到1931年的黑衰賴 來到今天的香港 近來有一部戲叫神探大戰 它的宣傳標語是 大邪若症,大善若惡 最邪惡魔鬼,最喜歡扮天使 元宇宙的最可怕之處 就是在偽裝整個天使 帶來便利 令人類心甘情願,情不自地去親近 但當我得到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失去了什麼? 我失去了思想留在腦內自由 失去了分清增加能力 失去了追尋生存意義的動力 到了最後 人類和何方應付的白老鼠有什麼分別呢? 食份玩食份玩 被某些人日夜監視 真和假 可能多少老人在意 開心不可以 當言語就會令人呈現到這樣的地步 它還不是人類之禍 多謝各位 月方的結辯發言時間為3分48秒 無過時無需扣分 最後會有請甲方的結辯同學再出總結 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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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麥克 聽到的 是嗎 OK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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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說過聽到和言語就好像無關的人物 叫做石丹利 他是理大的協理副校長 在2006年當蜂蜓上網技術越來越成熟的時候 他在電視節目中呼籲家長不要裝蜂蜓 說我傳統電話線用56K速度上網夠了 當然這一番話當時就在被人笑落後 到現在還是一個諷刺上一輩不合時而拒絕進步的笑話 但他當時之所以說出這句話本身是出著善意的 他當時就認為互聯網已經產生了很多問題 例如沉迷上網網上騙案不能資訊等等 他心想寬頻到那麼多問題 沒有寬頻到那麼多問題 那有了還得了呢 我們今天都在友方三層看到 友方今天都是恐懼新的科技會帶來很多壞的影響 甚至成為人類之王 這個我方明白 因為人類所有重大的甲身 例如車的出現 互聯網聽起都必然有這種有趣的聲音 但最後我方依然想問大家幾條問題 希望可以一起思考一下元宇宙的和福 首先我方帶來的福祉對人類的需要性有多大呢 面對全人類都面對著人口路法所帶來長者生活的品質問題 當我方提到元宇宙可以令協助長者生活 難道不是人類社會必須而且急切需要的福祉呢 那戰動人症或者其他導致疾病 癱瘓的疾病 我們都可以用元宇宙 其實令到他們在另外一個空間叫做丁術人的生活 難道人類社會不需要嗎 因為種種天災和人亡所導致的人類文明遺產選擇 我們都無法將受到的破壞逆轉 但我們依然可以將元宇宙 我們可以用元宇宙把它保存 難道這些福祉有不值一提嗎 那還有沒有其他取代方法 而且仲觀整場比賽 有方看片題都看得很片面 他們無視了發展元宇宙的意思 是發展多種不同的科技 在互相配合 而只是針對虛現實境的科技 甚至只是集中當中某些應用的問題 對於其他今天我們所提到的 鏡像世界、抗爭實境技術 有方其實都沒有怎樣探討過 片面的討論自然帶來片面的結果 有方一直質疑外方的內容 重點是擺在虛擬實境環上的遊戲 甚至於電腦遊戲 都只是電腦科技的一小部分 思想遊戲也都不是互聯網的全部 而只是冰山一角 我們現在是要討論 元宇宙整體帶來的福祉 當然不是只是集中同學所講應用範圍 當然是集中不同的應用範圍 以及不同的元宇宙技術上面 而不是圍著其他一個議題打轉 有方更加忽略了上述的元宇宙技術 即使用在虛擬實境技術 即使用在虛擬世界都一樣可以做到人份 當然我們沒有因為汽車會帶來交通意外 導致人命傷亡而器用機械化的交通工具 也沒有因為將互聯網視為人類之為而禁用 希望大家今天都一樣相信人類 相信發展元宇宙科技整體帶來的中國系人類福祉 多謝 各方的結片發言時間為3分20秒 沒有過時 無需扣分 比賽現場告一段落 在計分的同時都會邀請評判 就今場比賽作出評語 同時也提醒評判在最佳辯論員的評分上 是需要額外評分的 評判可以先選出3位表現較佳的辯論 再分別給予分數 最好的得分是30分 第二位是20分 剩下一位是10分 也麻煩評判作出額外的評分 在計分的同時 我會先邀請香港中文大學粵語辯論隊隊員 傅應林小姐去作出一些寶貴的評語 謝謝 好 首先多謝坐過邀請我 還有一些簡單的點評 其實我覺得整場比賽 其實我覺得一個很重大的問題 就是你們的立論 其實我覺得雙方的立論 我覺得雙方都有點問題 是的 第一樣 我覺得雙方都沒有很立體地描繪給我聽 究竟言語詐這個概念 我聽完 聽了很多不同的一些專有名詞 例如正方一開始都開了四大的重點 例如是社交平台 鏡像虛擬 當然我知道是什麼 但是究竟我有沒有一個立體的畫面 讓評判知道 究竟我真的在用粵語就是一個什麼體驗 其實我聽完我是不太知道 那反方是更加純的 就是他開了五樣很誇張的 例如呢 陳正式我都明白的 數位分享我都明白的 譬如去中心化這些類似專有名詞 是需要窮盤 去再擄補一下 我覺得很簡單 其實評判 需要不需要知道這些東西呢 如果你們在電力背景的時候 你都要想一下就是 本身就是元宇宙 的確是一個很複雜的概念來的 我都明白這條變題 不是一條非常大的變題 但是由於 正正因為元宇宙 看我這麼深奧 這麼抽象的一個東西 我覺得雙方都要有一個畫面感 給評判聽 為何我們使用元宇宙 是一個 是怎樣的體驗呢 我覺得我自己聽下去就會 我聽到成長 其實我會很想知道 我除了帶著一個VR之外 我裡面可以看到什麼世界呢 似乎整場的比賽 我都沒有看到這個畫面的時候 我很難在我代入去思考 就是究竟元宇宙 真的對人類是福是和呢 這樣 所以這個大度 到第二個方面 就是我覺得正當 如果我要提出一個立論 我覺得又可以再改善的地方 就是似乎你們的福不是很扣到元宇宙這個東西 什麼意思呢 你們提出的兩個論點 例如生活質素的提高 或者打破時空地位的限制呢 其實我自己會想 但是當年我覺得反方 不是太太質疑 所以這個位置 我不會當反方反駁成功 但是純純我作為評判 我到私下就是 喂不是喔 那麼會聯網 都同樣都有做到 如果打破時空地位限制 什麼資料傳輸 諸如此類 那跟元宇宙有什麼關係呢 就是為什麼元宇宙這麼強力 是不是 我就會提出這些疑問 當然我反方都有提出一些質疑 例如你們說一些醫療的理處的時候 都說霍金現在都做到了 他都又有倫耳代步 當時都能夠打出文字 諸如此類 那也有科技做到 是不是呢 反方都有提出部分 我覺得都算有效的反駁 所以就是我倒數想問就是 那你所說的那些技術 諸如此類 那現在都有 那元宇就有什麼特別呢 那我似乎 我聽完整個立論 或者聽完整個立論 都覺得 似乎你們的理處 與元宇宙 是 可以說有關係 都可以說沒有關係 所以我就覺得 似乎缺乏了一些獨特性 那當然了 反方的立論也都不時很盡善盡利 當然我覺得反方的一件事都好的 就是論點的確是很連貫的 就是關於私隱的那個問題 的確是很有效地用很多不同的資料 但是 除了我剛才所說的這些背景的鋪戰方面 但是 除了我剛才所說的這些背景的鋪戰方面 第二件事就是 你剛才開了就說 就是 玩電玩 你們用的特末就是 就是打機 就是元宇宙的媒介 那樣 去到後期你們有些反駁 諸如此類又好像不太建基於 是不是打機這件事 即使你們好像這樣沉迷這件事 都好像不只是這樣遊戲 至少我覺得 似乎鋪戰 說 玩遊戲機 作為一個元宇宙的媒介 這個背景 究竟對於立論的影響有多重要呢 這個我是有一個問候在 是的 所以 其次就是 我也覺得 譬如 我覺得雖然反方 本身都開了 主編都開了一些 不錯的論點 包括 那個真的問題 還有那個道德的問題 但是似乎 主編 就是主編當時的論述都說 交給後場去到交代 那 但後場的交代又說 譬如 譬如關於道德 什麼被支配那些 是不是真的描述得很清楚呢 我覺得 依然都還有空間可以再去發揮 甚至乎就是 當我們這樣道德 這些很深奧的時候 我也建議就是 不要那些這麼深奧的字眼 去到描述 就是我印象中 交代道德 被支配的呢 好像已經是反方而闊的位置 但是可能當中的論述都是 很抽象 即是原語就是一個很抽象的概念 道德也是一個很抽象的概念 然後自印有些很抽象的東西的時候 就會讓評判覺得 一時是 可能是真的需要老婆 才能明白到你們的 一些論點 那所以我 我覺得雙方的立論 都 坦白說不是很穩陣 那 但是 所以我自己那個 判斷的比分呢 都可能會視乎就是 輪點的連貫性 以及 就是 以及就是 究竟你們在 就是雙方的交鋒裡面 哪一個 哪一方是做得比較有效的攻擊 那麼 我覺得 我覺得 有一件事是 的確我覺得難打的就是 第一 就是當然雙方都有些少爭拗的 就是關於 究竟覆禍這一件 就是覆禍的定義是什麼 那 就是 坦白說就是 因為我覺得有一句 就是覆禍跟利弊是有分別的 有一個變形 看出的 我自己不是這樣看 我自己都覺得 我自己覺得 如果實際地打 其實 覆禍某 某程度上都可以當利弊 那樣的 但是 我覺得就是 雙方今天都沒有 沒有辦法能夠 好像很具體地呈現到 為什麼 我的福給你的禍更加大 我的禍或者給你的福更加大 似乎雙方都沒有一個 變元可以很有效地跟我作出一個比較 令到我就覺得 不是 其實不如這個 教育醫療是做到的 那又侵犯了私隱 因為我贊助評判 我應該要給哪一邊贏呢 就是變元的工作 應該告訴評判 我覺得 為什麼告訴評判 就是 我的堅持就是 福比禍更加大 我覺得我堅持就是 禍比禍更加大 是要一個對比 如果不然就這樣聽 就很靠評判自己 覺得 哪一邊好像比較入耳 或者我覺得 比較好一點的印象 就可能這樣就判了 但是不代表你的輪點 不代表你的輪點錯誤 但是你沒有辦法有效地上去很多評判 當然哪一邊才是對的呢 另一件事我都需要處理的 就是 我覺得反方向有處理到的 譬如說歷史文物那樣東西 而我都沒有 大家雙方都沒有很落地地處理到 就是為什麼 虛擬一定是 比現實 或者為什麼虛擬的東西 一定是比現實 是 例如你們說的保育 演唱會 他又可以擺在元宇宙 我就會想知道 我知道可以擺在元宇宙 雖然 我聽了成長 都未必很清楚 元宇宙是什麼東西 但是我都想知道 為什麼我擺在虛擬一定是好過現實 如果轉過來 我都會想問反方的就是 為什麼我在另一個世界那裡創建到 創建到一個身份 一定是比現實的身份 還是諸如此類 反而我覺得 在這個 虛擬與現實之間的比較 我覺得反方做得比較好一點 就是 譬如反方用了很多不同的資料 去對論述 譬如 可能會混淆了現實 令到我們有人格分裂 這樣 我覺得這些論述是做得好 但是 可能正方 你都需要告訴評判 就是 尤其是虛擬 或者元宇 就是一個很新穎的概念 當然 可能你們的男人都覺得不新穎 但是我自己覺得 這個挺抽象的概念的時候 你都要花一些著物 花一些功夫 告訴評判 就是 為什麼 將這些 譬如 將教育 將醫療 將保護這些東西 諸如此類 放在虛擬那裡 是能夠好過現實呢 因為 你當評判的角度就會覺得 評判 我覺得我們每一個人正常 都很習慣在現實 就是所謂現實生活中生活的 所以 你都更加要花很多的功夫 就是 向評判去到 說服這個新的技術 是一定是好的 正如其實雙方 你們去結辯的星華 都會明白到 就是 技術這個東西 一定是有好又壞 所以 才回到 為什麼我認為 你們需要和我做出一個 福與禍的對比 以及做出一個 虛實的對比 這樣才能夠有效地說服到評判 哪一邊 才是福哪一邊禍 才是正確的一方 否則我自己的判斷 都很樂於 就是 可能真的就著你們 自身 論點的連貫性 或者任何有效的攻擊 去做出評分 所以坦白說 分岔不是很大 但當然 我都明白到 好像很多批評的評論 但是 我的確確明白 就是 本身遠遠的確確 我相信 對中學生來說 都是一個很深的概念 同一時間 博和這個探討 都是一個很難的概念 就是 在辯論場上 都很考慮大家的技巧 所以我覺得 以今天大家的程度 我覺得 表現是絕對可以接受的 但是 你說如果我們再進 深入報告的探討 就會向我剛剛的留言 就是這樣 謝謝 好 謝謝評判寶貴的評語 現在我們會有請 第二位評判作出評語 我們會邀請 香港大學粵語辯論隊 前隊長鄧沛熙先生 作出一些評語 謝謝 好 首先感謝座會找我做評判 我也很同意 十一位評判講的評語 所以我先 總共講一講我對這場比賽的評語 然後分四個角度 去講一講我對比賽 一些比較細節的想法 我覺得總共來說 都跟上位評判講的差不多 就是雙方 他們有嘗試給一些觀點 但是我覺得 去扣連下去 到底是福還是禍 那個最終的結論 或者是去到最終 令到評判有一個比較深刻的印象 始終是差這樣一步 所以我覺得在 稍後我在立論的時候 都會比較詳細說 我覺得去到最終的結論 不是很令到評判有一個很好的印象 覺得是福或者禍 所以變成雙方在立論方面 對我來說 都沒有去到 做得 還有很多進步的空間 那至於另一點就是 就是關於大家的回應上面 大家有 我覺得今天雙方同學都有嘗試 找到一些對方攻擊的地方 至少不是完全不回應 但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 你們的回應比較像是 點到即止 或者是沒有將對方那個反駁 就是他提出的質疑 一個比較核心的概念去嘗試 就是攻擊 我覺得這些遺跡都是 雙方今天都可以做得好一點 所以給我的感覺就是 今場就是 誰可能抓得對方比較多 論點上的矛盾 或者是可能 在表達上面比較 令到評判有一個 深刻一點點的印象 那我就會 就是 比那邊贏這樣 那我以後就分四點去講 那我嘗試精簡一點 那第一就是關於標準方面 那我覺得 那我也同意就是 就是 福禍呢 其實其實都是比較著利弊 但是我覺得 怎樣可以令到評判的印象 再好一點 就是我覺得去到福 或者去到禍 你要說出 就是要比利弊再踏出多一步 例如福 他可能是 例如甲方 你可以嘗試說到 他是改善人類的生活 那都是你們 就是本身就定立的一個 準則 那所以我覺得是 在準則上面 我覺得是合理的 那至於在禍那方面 首先我覺得 粵方你們都要小心就是 就是如果你將福 只是框死在人類的自主的話 那我覺得 會可能定得比較苛刻 就是因為 始終你說到 人類 如果你對他是福來講 其實你是 就是以改善他生活為一個 很重要的 就是準則 那可能令到他們精神 或者肉體自由 那可以是他們改善的 一個原則 但是都還有很多 東西是 就是你幫助著人類 但是 不是只限於自由方面 那就是 例如可能是 以前我們 經歷了工業時代 我們會有一些機器 或者是 他還能發明了電 那其實 總也不是幫助著人類 更加自主 但是我們都會 視之為是 人類發展的福 因為他改善了人類的生活 是的 那所以我覺得 在福上面 你們的準則 不能這麼窄 而禍方面 你们讲成忍 或者是讲失去自由等等 那我都深刻同意 但我觉得你要讲到禍的层面 我觉得可以改善的地方 就是尝试讲 它使得人类生活有一些破坏 就是你们 其实今天都 我觉得在描述这方面的 景象的这方面 我觉得你们是做得比较好的 那我等于第二点讲立论的时候 就再详细一点讲 但我觉得始终你去到讲禍的时候 我觉得如果你们能够讲到 去令到人类的生活有一些破坏 就是跟以前真的退 反而是退步了的话 我觉得就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标准 所以我觉得双方在想标准的时候 你们可以 就是想得仔细一些 就是会不会认得太过苛刻 又或者是当对方认了一些 很苛刻的标准的时候 就是有没有这个能力 去尝试做一些反驳呢 我觉得是你们可以想一想的地方 所以去到第二点就是关于立论 那我先讲甲方 我觉得今天甲方做得好的地方 就是你们有尝试引用很多不同的例子 我觉得双方今天立论的方向 有少少不同 甲方就是尝试讲很多元宇宙的应用出来 就是可能是帮助一些失智症的老人家 可能是就是重塑上那个阿玛森林的大伙 这样给一些人去学习 那我觉得在例子方面是充足的 但是我觉得越方同一时间 你们也要想一下就是我觉得 你们在前场的时候呢 用的例子呢是比较少的 你们比较多是就是讲一些 就是尝试用言语去讲一件事有机会发生的 但是这些例子呢就反而放到后场 就是例如可能你们台下的时候呢 才会举出更加多就是元宇宙有机会 令到大家可能很沉迷的一些说法 那我觉得你们其实这些例子呢 其实是强的 而如果你们早一点开始就铺牌呢 那我觉得对方去回应呢 都不会是就是去到后场 才要这么大量的回应 所以就是关于你们的主线上面呢 我觉得你们都可以就是未来 再考虑一下就是可能你将你的论点 或者是最强的一两个例子 就先放在主面 那你将一些最强的论点 或者是最重要的一些论具 你已经一早在主面提出的时候 那甲方就需要更加早地去回应 而可能他们在就是 未回应得那么仔细的时候 你们就可以感受到更加多的漏洞 或者是感受到更加多可以挑剔的地方 去进行一些质疑 那就可以令到对方 就是 听到 呃 就是所以对方就需要更加快地去 就是做出一些反应 那可能你们的回应就可以更加漂亮 那所以我觉得在立论方面 无论是例子还是主线设计上面 大家都可以再留意多一些 而至于呢 我觉得 另一个在立论上面想提 就是想隔方去都想多一些 就是你怎样可以令到他说下去更加 像一个伏呢 那的确因为我觉得今天粤方呢 是都 虽然呢我觉得粤方你们都要考虑一下 你们是不是就是说得够合理呢 因为我觉得你们很快就直接跳了去 就是会令到人可能沉迷啊 是一些精神鸦片啊 那我觉得你直接跳去这个结论的时候呢 其实是不太好的 就是例如互联网这样 虽然大家想多两想 会觉得他都是就是可能是精神鸦片啊 令到大家很多网络成人啊 那但是其实他都是想多两步 才得出来的一个结论 如果你一开始整个概念一刚刚出来呢 尤其是上位评判所说 大家在描述这个概念 都不是说特别清楚的时候 就直接说他已经是一个 就是会精神鸦片啊 大家可能就是会稳稳稳稳稳 会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呢 那我觉得跳得太快 但是呢 我必须承认就是你们 塑造的那个画面呢 的确是很印象到我的 就是我觉得听起来是真的 是会很危险 但是我觉得你们要想清楚是怎样可以令到 这个画面令到评判不会这么得压 因为你好像讲到就是 人类创造了一样东西出来 令到大家都一起就是沉迷 那我觉得你们可以想一下 怎样令他做得更加好 而至于甲方的就是 你们在前面铺牌的那一步呢 做得比越方好 但是你们做得没那么好 就是你没有告诉评判 为什么这一件事是负责 那好像你重塑这个阿玛丛林大果 那当对方提出一些质疑 例如就是说 那他们尝试说文物 就是可能重点就是你真实看到他 那你可以看到他其实也没什么意思 但是是不是这样呢 因为在你们眼中 其实你的教育是提出一些 他们平时没可能看到的东西 让他一路一路看一路学习 那整个教育都是这样的 因为如果不是你只是书本的知识 你没有一些真实给他 就是看得到 至少你起码可以看到他的照片 或者是透过一些3D投影 起码可以看到他的全貌 那是令他学习是会学得更加好 那所以你可能尝试做多一些推进的就是比较 可能以前我们欠缺的是这种比学生有更全面的体验 而做了之后我们的学习效率会多了多少 或者是会帮到他们理解多多少 又或者是例如医疗那样 那你们又尝试说他帮到某些老人家 可能是就是可能减轻他们的失智症 帮助他们运动等等 那你会不会有办法 说多一点是 未来其实人口老化这个问题 只会越来越严重 而我们可能就是 不只是他去不了找他的朋友 而是其实我们可以帮助到他的东西都不多 那会不会原语就 就是有一些的调查是说他可以帮到他们做多多少 那我觉得这些都是你们可以在 推进到去到人类之福的时候 可以再说多一点的事情 那所以我觉得双方在立论上面 都可以再想多一点 那至于反驳方面 我觉得就是今场判准得 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重点 因为就是我觉得立论 大家都是比较 差点一点 那所以谁可以抓到对方有很多矛盾 那我觉得就是那边会赢 那我先讲隔方其实在反驳上面 你们可以做多一点什么呢 例如就是 对方一开始就已经说说 电换或者是这种玩的概念呢 就是元宇宙的 foundation 但是不是的 在你们眼中应该不是的 因为你们眼中 其实它只是一个虚拟实境 我们应用它于什么的领域才是一个重点 但是对方一开始就这样设计的时候 其实你们会不会从根本上就否定回 它不是一个电换 就是by nature是一种电换 或者是只是令人沉迷 或者令人玩的这种概念呢 那我觉得是你们可能需要去挑战 又或者是当例如对方说一些 权力是会focus在某些 就是develop这个元宇宙的人手中 那你们会不会又尝试强调 其实它可能就是元宇宙本身是一些去中心化的特质呢 就因为例如就是元宇宙相关的概念 就是可能是一些区块链的技术 或者是一些加密货币 那我但我都需要强调就是我觉得这些概念呢 对于你们来说的确实是很难去掌握的 亦都是这条变体我觉得都非常之难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你们都可以尝试去挑战一下 就是既然你去中心化 就是说没有一个人是主要在控制着 因为它不同现在的社交媒体 或者不同现在的现实世界 就是其实它是会有一些的大公司 去操控那个东西这样 但是如果元宇宙 就认为是去中心化 它是由大家一起去监管的话 其实它不应该有这些的问题 或者就算有都好 都应该是可以很尽力地去避免的 那我觉得这些是你们可能做资料搜集的时候 可以找多一点点 然后在挑战对方的时候可以提出 因为我见你们主线都没有提过 那我相信你们应该可能就 要是看过 但是打算不用了 要是就可能就可能 直接没接触过了 那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 当然你们都可以想多一点点 因为毕竟就是大家就这样想 这些会被人掌控了一些数据 或者是资料 那你都很正路是元宇宙 或者是网络相关的概念 会出现的一些问题 那所以我觉得你们可以提前一些去 就是去想定 然后去作出一些质疑 至于对方可能说一些 例如是会沉迷 例如是会被人控制 那我觉得这些都是你们 其实应该一早就要准备好的一些反驳 但是我觉得今天你们在回应的时候 就比较倾向 就是很简单的回应 例如对方花很长篇幅 跟大家说是会被人控制的 你们就很直接地跟大家说 就是其实不是的 那些玩家都可以自己选择他们自己做什么 或者是他们都可以自己控制 或者是甚至可能 人家元宇宙一早就已经提醒了你 你不看是你的问题 那我觉得这个的反驳就太过 太过不具说服力了 因为对方花了这么大的篇数 跟大家说就是 就是当你们想想 最简单的一些 手机或者是上网 这些本身没有元宇宙 所谓沉浸式体验 或者没有他的范围这么大的东西 都可以令到大家沉迷得这么紧 而他也很明显不是靠自己控制就可以解决得到 那元宇宙是不是 就是一个甚至更劲的元宇宙是不是真的一句自己控制就可以解决得到呢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你们反驳的时候比较 比较没那么好听的地方 是的 这样 那至于 所以我觉得在反驳的时候 我觉得你们可以再 准备再充足一点 还有就是想清楚 每一个反驳 你最终想达到什么效果 例如你今天尝试说控制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你们应该是可能在说两个方向 第一就是控制的问题是不是真的那么严重呢 那虽然你们只是去到提出自己控制的地步 但是其实我觉得如果你们再找多一点 或者想多一点 其实他可以好像网络那样 可能我们设计一些的限制那样 或者是家人可能多一点去提醒他们 那这些都是现时社会正在做的事情 就是我觉得他比起自己控制 至少多了几个步骤 他让你去尝试防止对方可以把这个控制说得这么严重 那所以我觉得你们在这一方面是可以准备多一点 那而当你前面已经尝试下了杂 就是其实根本就不是你说到精神鸦片 或者是会令人完全丧失自我 因为对方今天说到好像他们进了原语 就会完全丧失自我 他们就可能变成一只丧尸 完全是控制不了自己的 那你们有没有办法去尝试 令到评判没有这样的想法呢 因为这个是你们的责任 你们当对方尝试说原语就是一种 就是他尝试博你的利处不止 还会推进到他说他是会影响人类 令到他们从此失去了任何的自由意志的时候 其实你们应该要花更多的功夫去尝试 减轻这一方面的印象 令到评判更加相信你后续带来的利处 是可以盖过了这些潜在有机会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你们是需要在这里做多一点 那至于越方方面 我觉得今天你们反驳是比较好的 例如你们都会捉到对方的矛盾 但是我觉得有一些的反驳 我觉得你要想想会不会有一些矛盾 或者是其实你自己会不会有一些矛盾 或者是对不对 例如就是就是今天对方尝试用一些互联网 或者是用一些其他东西作为类比 就尝试说就是这些东西都可能会有一些的风险在 但是大家都会依然觉得他是一件复事 或者是对于人类法则是好 那你们一开始的回应就是说 因为变题没有这个字眼 所以就不应该做讨论 那首先对方都是拿来做一个类比而已 所以就是其实他作为一个类比 你如果是要说类比不关事 你应该要说他们两者之间类比有些什么的问题 例如就是可能互联网本身就不是去中心化的 但是原语就应该是去中心化 那他们自然不应该讨论 可能是这样的 而更加重要的就是 其实你们自己都不停用这些东西去作为类比 无论是台下 台下都出了 应该 是的 在下无论是回答的时候 还是提问 都有用到这些不相关的概念 那在你们眼中到底是不是应该 或者应该 就是可不可以用这些类比呢 我觉得你们要小心 如果你们的立场是 其实你们都会用这些类比的 那你们反驳的时候 就应该要想另一些包装的方式 就是这样的 是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 在反驳的时候 你们要注意一下 其实你们会不会有一些的矛盾 或者是 而另一个我想说的就是 这个问题 就是你们说霍金本身都已经有用 一些可能将他们的思想 可能上载去某个地方 那但是其实 据我的理解呢 霍金应该至少他 是没有人在控制他的意志 就是他之所以还可以说到 或者是表达到 其实应该是 他是好像用手指去 就是 type一些字 然后是发声的 那所以其实 和这个 二字应该是还有一段距离的 那当然 你可以挑战就是 这些的东西 其实我们 不在元宇宙里面 是不是都做到 但是我觉得 你们要想清楚 就是你们 表达的东西 是不是同一样东西 是的 那最后呢 就是一些的表达 我觉得 隔方今天比较顺悉的 就是一些表达 就是因为我觉得今天 粤方呢 是很成功 创造一个概念 就是原来就是很危险的 就是他们就好像毒品 好像就 就是他们后面都会用一些类比 就是他们就好像酒 好像毒品 好像吸烟 是一些很危险的事情 但是相反 你们没有办法 洗走这个印象 因为你们应该要做的事情 是跟大家说 其实他们不是你们想到那么邪恶 或者至少他不会像这三样东西 会伤害到人的身体 反而他是在做什么 但是 你们没有洗走这个印象 也都没有很令到评判觉得 那些的教育 医疗 将来会是一些大势所趋 人类会从这些东西得着很多 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会是 是你们回应反驳的力度比较少 比较集中都是focus 在说回自己的稿件上面 那我觉得 你们可能都要想一想 就是怎样可以将这些东西 讲得更加好听 令到评判是会再 呃 拜你们多一点点去 去洗走那个的印象 是啊 刚才说的都比较长 但是这些就是少许意见 是 谢谢 谢谢 谢谢评判的评语 是的 那接着来我们会邀请 中文大学联合书院前辩论员 李永恩小姐 作出一些宝贵的评语 谢谢 Hello 大家好 首先多谢最好的邀请 邀请我做评判 其实前面两位评判 都讲得非常详细 所以我就不再重复了 其实前面两位评判 主要都是一些论典 立论的问题 或者主线的建立 所以我就会 我的评论就会 集中说多一点反驳 或者后半场的回应 首先我觉得 今场两方 即是隔方和乙方 给我们的感觉 就是大家都好像 各说各话 那最明显的一个位置 就是 其实今次这一场比赛的变题 其实我希望听到大家 去比较福和和 但是我今天听到的 就是两方 就是各自说 元宇宙有这些好处 或者这些福 然后一方就说 不是说有私隐问题 会侵犯私隐 会控制到个人的意志 那我就期望 有一个电源 出来会 告诉我 到底医疗 文物保育 或者教育 这些带来的好处 是可否抵消到 或者它的重要性 是不是可以 蓋过了这些私隐问题 那今场其实就 听到很少这些比较 那再去到 后半场 那就讲到 就是你们都有 交锋位 都有讲到文物这件事情 那就是 月方就说 文物的意义 就是在于 你当年建造的文物 那要当年建造出来 那现在看才有意义 那 甲方就没有回应 就是带出了这个论点 然后月方就说 你一定要当年建造 才有意义 那但是甲方就 没有回应 那这样的话 就评判未分的话 就给了月方 因为月方 有回应到这个论点 而甲方 听到论点 但就 没有做任何的rebuttal 那这个是 会比较 就是会比较吃虧的 那其中一个 我甲方可以选择的回应方法 就是 到底 那个文物的意义 是否 只是在于 你当年建造 而现在看它才有意义 是否 现在好像前一位评判 那样所说 是否 至少你现在有得看 头影 会不会都好过 整件事没有了呢 这样 那然后 如果甲方 是这样回应的话 月方我可以说 其实 现在现全的科技 譬如做些模型 或者是 其他的模型 其实是否都可以 达到类似的效果呢 那这样 这个 才是一个 一来一往 才是有交锋 那 那场面面比赛才会 好看 而且 才可以做到 比较福和和 其他的论点 我就不逐个拿出来说 但是 文物这个 是一个很明显的位置 因为是月方 有回应到大家方 就没有 有 任何的follow through 那这个 是会比较 失分那里 是会比较严重的 那然后呢 去到 第二件我想提及的 就是关于 辩论员发言的结构 那我听到 有部分辩论员 是有尝试过 用一些结构 或者是 一些framework 去包装自己的 speech 那这个是好的 譬如说 我记得就是月方的一副 那有尝试用三个笔 去包装你要反驳的论点 或者你要讲的内容 那我觉得这个是好的 就是 评判 一致我听 那么多个辩论员发言 还有 一场面论比赛 又有台下法文 或者台上的一些 法文的环节 那其实 要take那么多notes 如果没有任何framework 就是 你想评判知道的论点 那所以 那所以 希望大家日后 可能打辩论比赛的时候 就会 用多些结构去包装 譬如 刚才提到的三个笔 或者是 又方和我今天犯了三个谋误 或者三个分歧 那这样 那就用这些的结构去包装 这个发言 那就会容易变得到 和 都会令到 分数都会高一点 因为其中一个 评判比分的准则 都会考虑 辩论员发言的结构 那 大致上就是这么多 谢谢 好 谢谢三位评判 宝贵的意见 好 那接下来 我们会进入宣布 赛果的时间 那在公布今天赛果之前 那我们会先宣布 本场的最佳辩论员 那今天的最佳辩论员 为粤方的第一副辩 苏政兰同学 恭喜 好 那接下来会宣布今天的赛果 今天的辩题为 发展元宇宙是人类之福 粤方为发展元宇宙是人类之禍 由隔方 会资中学对粤方 保粮局赛计有中学 隔方的得票为0票 粤方的得票为3票 换言之 赛果为0比3 由粤方胜出赢 恭喜 亮点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